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阿斌 今天我起得非常早 你们看 对面雪山顶的话 太阳刚刚照到 早上的话非常的冷 零下10度 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水 看 接的多厚 看这个冰 接的有多厚 太冷了 至少就10公分厚了吧 太冷了 毛牛蜥也不错 你看 毛牛蜥起床了 他们要准备出去放了 全部走出这个圈门了 来 要不要吃点东西 来闻一下我的手 行不行 舅舅一早就起床做早饭了 我们早饭就要吃这个 蒸馒头 红土豆 现在就久了 正在洗这个土豆 高原土豆 大个大个的 看到没 所以说我们家容丈夫的 男人是非常勤快的 特别疼老婆的知道吧 现在我们再洗一遍 就可以下锅煮了 这边 舅妈爷 舅妈爷起床了 大姐呢 再给宝宝 冲这个奶粉 这边呢 再蒸几个 红薯啊 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土豆 切成两半 因为它太大了 切成两半呢 还可以这样 孔出来的话 它有锅巴 特别的香 再把红薯啊 给它切了 蒸在锅里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我们 要蒸馒头 提前发酵好的 这个面粉 最久了 准备 做馒头了啊 现在在这个 面粉里面啊 放下一个小苏打 我们这里叫做发粉 那就用手给它搅拌均匀 现在就把这个发好的面 特别有粘性 你看 这个它倒进那个干面粉里面 嗯 挺好 嗯 剩余的一部分呢 就下次发面的时候 它可以做这个酵母 你需要的 你走了 到了 盆里面揉来不粘熟的话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在这个案板上 给它揉 好 舅舅去喂猪去了 现在就舅妈 准备蒸馒头了啊 开上去今天早上的这个馒头绝对好皮 别去 好泡啊 现在舅妈就把它揉成啊 揉成了 我们就切成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馒头 给它蒸下锅了 哇 正在这个锅里面的土豆 这个红草快好了 现在舅妈就把这个 拿着给它放进锅里面蒸起来 就贴在这个锅边 热气腾腾的一锅 哇 你们看一下 看馒头啊 真好了 看 这么大有个个的 哇这个红薯好香啊 甜味 我们要接一下这个锅盖 因为锅盖上面有很多这个 蒸汽这个水啊 开分咯 点馒头咯 一大锅 看这个锅巴 这个锅巴特别安逸 就掉了一锅嘛 几块 我们直接煎到桌子上就可以 可以干 现在煎土豆 这个红薯肯定很好吃啊 啊一大锅 吃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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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吃馒头啊 吃馒头 吃馒头 这个馒头是比外面的好吃多了 好吃 好吃 现在呢我就开始吃馒头了 这个馒头下面的锅巴是特别香的 太辣了 我们直接就 蘸油 蘸这个腊肉油 吃点馒头 让它吃起来 非常的香 小石 就比起来 不 哦 努力 哦 嗯 嗯 排名 感谢观看